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 文操圣剑节目 其实上个礼拜 从1月5号这个大盘 从这个地方开始修正 其实老师在节目里面 都讲得非常清楚好不好 这三天的一个修正 上个礼拜五下沙举量 这个量出来之后 今天怎么样 大盘又开始涨了 那明天这个大盘一样 一样会反弹 所以说你这个看大盘看趋势 你要看得比严老师准的人 真的我相信也不多 那到底这1月份 要操作什么样的股票 严老师一样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 这个叫做加线指数对不对 强的叫什么 强的叫电子股 电子跟大盘一样 今天收在黑黑棒的1分之1 贵买指数有没有那么强 小型股没有 大概就在黑黑棒的下缘 那你说 这个钢铁股老师有利多 没有涨 老师航运类股 航运三雄有没有涨 也没有涨 老师现在石油涨价 只有谈一下 所以说你要看得懂 现在大盘资金就是在电子 就是在所谓的贵买指数 所以说你讲再多都没有用 讲再多都没有用 资金在什么地方 行情就在什么地方 那当然今天如果说你有 严老师的开盘八法 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 早上今天早上第一盘 9点5分 总计下跌111点 1点低成接盘 在早上的9点20分 开始往上拉了 收盘它大概结算价上涨10点 所以说从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 出现所谓的关键性的转折 所以说尾盘上涨了多少 在拉尾盘 尾盘上涨69点 当然明天的行情也是一样 但是是属于个股表现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 很少去解这个大盘 我认为有些分析师解大盘 解的都不及格 每一次解的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不搭嘎 第三天就没有解 严老师不是说我不解 因为很多人目前为止都在跟单 所以说我不大说愿意去影响这个大盘 但是如果说你对严老师的著作 有兴趣的你还想要的 你今天直接扫描我们的QR Code好不好 但是我只有限前面十位 前面十位的话你有扫描QR Code 你直接注明我要严老师的开盘八法 我要严老师的多空阴阳线 两本让你挑一本 但是我要先讲 扫描QR Code的今天前面十位才有 第十一位就没有 我们这都公平的 这么公平你知道吗 你看到电视 大家这样扫描速度都一样 我认为说这个公平是 这个严老师做人最大的一个原则 当然这个上个礼拜五 我们有一档股票二开头的二结尾的 对不对 亮灯涨停一板 那今天今天一样直接跳空 二开头的二结尾的 再度的亮灯涨停一板 我等一下我拿证据给你看 那我们会员家族有的 三开头的三结尾的 今天开高的对不对 还有壮星高 尾盘稍微下来一点没有关系 好不好 这个都我们长期追踪的一些股票 我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 游戏类股可能涨多了 开始拉回了 这个资金开始会往一些 大户索马股去做出个操作 甚至这个设备类股 今天这个星云有没有涨停板 有了 今天樊轩有没有创新高 有了 其实这两档股票目前为止 都是在我们追踪范围以内 所以说你看节目的 这两档股票在元月份 应该有机会每天会看到 当然严老师今天准备了一份 一份资料叫虎虎生风 一份资料基本面 技术面筹码面 大波段的一个操作 我希望这份资料送给你 你真的不要再乱传了 有人还把他贴到网路上面去 不用了 你回家自己看 如果说你的操作资金 一百万以下的你就看第一档股票 当然今天大涨快要拉涨停了 对不对 你也不要急 这个拉回还是可以买 第二档股票就不得了了 今天一样涨 但是这个未来冲的速度应该会更快 这个就是严老师对于这份资料 我彻底的研究一下 台股元月份会涨什么 第一季会涨什么 基本面到底是怎么样 我相信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的股票 来这档股票 上个礼拜是绝对有买点 我们的指令也请 请我们的一般会员去买这档股票 那你看节目看到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老师这个外资开始买了 从1月4号开始买 1月5号也开始买 结果买了之后 快乐度周末 你看节目看到上个礼拜五 一定是这边 快乐度周末普通会员 你今天再看节目就不一样 包含有这个扫买老师QR Code的 Telequake的 这档股票老师今天有没有持续帮你追踪 礼拜五涨停板 今天 这礼拜五 这个今天 开盘价就直接快锁涨停了 开盘价多少 91.1 91.1 直接锁涨停 来导播拉近 早上的9点01分 你们的老师股票有涨得比严老师更飙吗 有的话拿出来比一比 对不对 大家来比一下大小好不好 你的比较飙还是我的比较飙 涨到9点01分 如果我在跟你讲这档股票是航运类股 好强喔 真的厉害的人不会说自己很厉害 反而很低调 我说过操作一定有证据喔 来 好一样喔 来 9点01分拉涨停 9点2分 普通会员我扣给你 来导播拉近 这档股票是不是我们之前讲的二开头的 二结尾的 二开头二结尾 亮灯 涨停板 补量上工 圆月大标股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 你卖掉我也恭喜你啦好不好 你要卖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卖你就自己卖啊 严老师你要不要卖 我要保密啊 很多人在跟单啦 我真的没有办法 这要保密 今天涨停板的加速也不多啦 保密一下 我这边先恭喜严老师的普通会员好不好 上个礼拜快乐度周末 今天再来一根 刚好而已啦 参加严老师会员 我真的没办法让你赚钱的话 你也不用来参加 但是记得要纪律操作 我先讲 你会员等级你要看清楚 这普通会员啦 普通的啦 你要看仔细啦 礼拜六礼拜天还有人加入严老师会员 你今天看解释应该看得到 那这张股票我们就慢慢看好不好 那新会员请注意啊 有一些股票严老师会发简讯给你 你动作要快一点好不好 那这张股票真的涨得太快了 老师这开盘价 这个50.2好像还买得到 对买得到直接拉涨停 这个股票鼓励大家去追我先讲好不好 这边先卖一趟 卖掉以后就赚钱了对不对 稍微要等一下拉回 这股票操作其实是有方法的好不好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 从底部开始起涨的你必须要布局 底部第一跟你先卖掉没有关系 这边还有拉回的一个机会 严老师的操作跟一般老师不一样 应该做波段我们就做波段对不对 老师常常提醒你对不对 集中火力买标股 集中火力要买标股 买到标股的话就会涨停 那我先把族群先讲一下 来近期而言游戏类股会修正 涨太多了 资金会往这边 资金会往这边 资金也会往这边 尤其是往这边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说你现在有游戏类股了 你低买高卖你赚得到钱了 OK OK 现在把目光放到索码股 谁来索码 大户中食物 大户中食物来索码 我们这边资料就是准备要针对大户跟中食物 所以说今天有一份重要的资料 欢迎各位打电话或是这个QR Code 我先讲这份资料今天最后一天 你超过今天你拿得到的话 我跟你讲也好是下台一鞠躬 我现在就只有开放最后一天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到 我之前跟大家讲 来这个节目时段 三立新闻台 早上11点到11点10分 这个叫精华 news98广播电台 你转到广播电台转到news98 下午的3点到3点半 运通财经台3点半到4点 这也是重要的时段 重播时间的话从2点半 早上一个7点的 你要锁定颜老师的节目 那当然这个游戏节目讲很久了 来今天的Oh my God还是很强吗 这讲很久了 你该赚的你通通赚了 这天有提醒你Oh my God是最棒的最强的 我也拿简讯给你看 该怎么样做 对不对 我说未来强 上个礼拜五还跟你讲未来强 今天果然长金板 老师真的 你写个未来强 真的强 强你就卖掉 先卖一趟 股票就是有买有卖 你不卖的话不关我屁事 我先讲 有些人股票很奇怪 每天时报活报的 这张股票要不要公布一下 当然要 来看一下 华裔嘛 一样是这个游戏类股的 要不要卖一下 当然要嘛 辣椒呢 辣椒也要卖 这天有人打枪要进来 老师这开得很低 78块2 卖掉 我先讲游戏类股该卖的你就要卖 但是打得够低的话 你要去接回来好不好 网融今天一样创破乱新高 但是记得有买要有卖 买卖严老师都会提醒大家 未来上涨的股票你要注意到所谓的营收 好不好 跟所谓的基本面 你从产业的前景开始回推 回推毛利率盈利率回推EPS 再从产业的一个突破跟反转 去看所谓的营收 跟所谓的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就是说多头的产业的一个分析 不是每天这个比跟那个比 比来比去 不对啦 要看这个啦 产业前景啦 这个需要下十年工 没有十年工的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产业前景很厉害 产业分析很厉害 也有人说他基本分析很厉害 基本分析很厉害是从这边看 筹码是谁在买谁在卖 再去推MACD 再去推日周月 再去看均线 很多人是看这三个去推这个东西 那不标准啦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常购节好不好 设备类的 今天谁最强 星云嘛 你这个地方筹码已经开始变化了嘛 是不是跟你讲筹码已经开始变化 军线才会动嘛 MACD才会动嘛 这两个动了之后 日周月线才会动嘛 那你为什么不看筹码呢 你为什么不看筹码呢 圆月六号掌停板 今天呢 今天又是涨停板 很多人在这个股票震荡整理的时候就说他不好 结果今天都不敢讲话了 对不对 今天开盘价开得很低啊 开在平盘啊 会不会大涨 会不会大涨 我慢慢看 有人说老师这个已经涨完了 我问他说为什么会涨完 他说这个涨很多了 你不能说涨很多了就涨完哦 不对哦 我先跟你讲哦 不对哦 老师说樊轩也在涨 赤木以待哦 我写得很清楚哦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好不好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哦 今天樊轩还开在平盘以下 171块钱 你敢不敢买我不知道啦 尾盘收在最高啦 183 183.5 会不会到200 我这边给你打个问号好不好 还是说有人会说会到300 为什么200跟300 为什么会有两个数字出来啦 你说今天对不对 收盘价183到200 这个很多人相信啊 你说200到300 这个可信度不是很高啊 有人在问说为什么 为什么 老师这个台积电设备类 资本支出 200亿美金呢 会不会落到他身上 这个才是重点啊 懂不懂 你看股票不是这样子看的啊 但是你说200到 这个100多到200可能吗 这个就比较可能嘛 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不能去预测股价的一个发展 这个就是严老师必须要跟大家讲 有时候啊 我们心里面认为的一些事情会发生 我们只会在我们的line里面 或是telequake里面跟大家讲啦 那当然今天我们有一档股票 创破断新高 应该每个人都赚钱了啦 我也不大方便是公布哪一档股票啦 老师啊会不会是这一档 车王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第一档去的车王店 连续涨停的车王店 三根停摆的车王店 天公八啊你问啦 我都交一百吗 有人在问啦 天公八啊我都交一百吗 今天啊再算破断新高 今天开牌加68块钱 68块钱 收盘收在最高的 你要不要卖喔 我不知道尾盘啊 还是有很多人在买啊 车王店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做 我一定要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 来车王店 涨三块多的时候我跟你讲 尾盘啊上涨多少六块 这个动作麻烦你做出来好不好 有没有做看这边 我们节目里面任何一通简讯啊 虚伪造假啊 严老师就下台一鞠躬 不会跟你啊 这边对不对 讲现在奇奇怪怪的 航域类鼓跟你讲了三个月半年都没涨 钢铁类鼓跟你讲了半年跟你讲 通膨通膨也没涨 我不需要真的啦 这个水准稍微高一点好不好 我只跟你讲电子嘛 我只跟你讲什么 贵买指数嘛 你跟着做就对了好不好 今天有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这份资料来叫做 福福生风 福气的福喔 老虎的福喔 福福生风 好 我说今天只有送最后一次了 你超过今天你来拿的绝对没有 因为这两档股票是严老师研究出来的 好 我们先看第一档股票 毛利率31%本益比46倍 你不要看这边 你要看到它的未来 这档股票有没有机会倍数翻 我请大家来验证喔 你资金100万你就买这档就好 你不要乱买 因为你买到第二档的话 我跟你讲第二档是高价股啊 你没办法买太多 你买第一档 可以买很多啦 元月份的超级大黑马啦 對不對 你资金大的你不要跟人家去挤这一支啦 你直接看到第二支啦 你有多少可以买多少好不好 来导播拉近喔 第二档股票毛利率40% 盈利率27% 本益比只有11倍 目前为止在低档区 这两档股票你先拿到 先拿到 没有涨的你要不要来找我 好我跟你验证好不好 我先讲喔 你来拿就是你的 你没有来拿 嗜同自动放弃 这第三支 30% 50% 100% 你要跟我们服务人员讲好不好 我们今天啊 你拨电话的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的 这份资料拿得到 另外你扫描QRQ 想拿这份资料的 俯虎生风两档股票 2加1的标股 我今天只有开放最后一次 请大家用手机直接扫描 只要你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有扫描的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这两支就是你的 这两支就是你的 怎么样子买 什么时候可以买 我们助理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卖 我们助理也会告诉你 你今天要拿到资料的人 麻烦大家 你要赶快赶快的扫描 我们的QRQ 如果你没有扫 这个资料就是别人的 如果你少了 这个资料就是你的 所以说这份资料 我们全线开放 打电话的赶快打 还没有扫描QRQ的 想要拿的 赶快扫描打电话 进广告 好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2321-9933 轮源投资 轮源投资 年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资 制服专线02-2321-9933-2321-9933-2321-9933 轮源投资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车货现场拍照 露营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这份资料 对投资朋友们而言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台面上面今天的游戏类股 大部分都开高走剃 设备类股里面的 凡轩跟星云的话还不错 那到底未来会涨什么 你也不用猜 你拿到严老师这两份资料就知道 拿到严老师这份资料 两档股票你就知道 老师跟你讲的是未来 不是跟你讲现在 现在还没有涨 还没有喷 你还有机会赶快中压 等到严老师资料打开了 可能未来对不对 你就买不到 老师有没有这么夸张 有啊 可能有时候事情想不到 未来我一打开对不对 可能就买不到 就像之前跟你讲游戏 你也不相信 现在游戏类股不要追了 来看这边就好了 有哪些股票大户会去锁码 这个才是重点 立凯是不是大户锁码 是不是啦 他没有锁码他涨那么多根了 还是说老师他明天要开始锁这个MOSBI 对不对 这边先涨五成 拉回的话还会再涨 你慢慢看好不好 我们有做就跟你讲有做好不好 但是不是看节目去追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这个最近加入严老师会员的 最近加入严老师会员的 投资人非常急啊 急着干嘛 找标股是吧 发动点我们简讯会告知啊 我在节目中还是要跟你讲 你投资必须要有耐心跟纪律 你投资没有耐心跟纪律的话 你真的赚不到钱 星云今天创破断新高 你有耐心就赚得到钱嘛 是不是 Oh my god 趁得越久 对不对 赚得越多嘛 记得要卖掉 今天恭喜严老师的普通会员好不好 礼拜五涨停板 今天跳空在大涨 一样是涨停板 好不好 周末快乐对不对 今天也很快乐嘛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嘛 今天这份资料 非常非常重要 你今天只要扫描QR Code 只要打电话的 这份资料 浮古身风 一定拿得到 一定拿得到 至今一百万的买这一档 至今一百万以上的买这一档 这两档股票 就能够帮助大家 赚到过年的红包 红包有多少自己拿 这份资料 很重要的 直接拨打电话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扫描QR Code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这两档股票 2加1的标股 直接把它带回家 我们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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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掌握风险 激其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股制服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期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动机盘式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會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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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